本赛季CBA第一阶段比赛已告一段落 结束了短暂的休息之后 福建寻星股份蓝蓝于近日开始集训 备战第二阶段的比赛 7号下午 在福建寻星股份蓝蓝的训练馆里 球员们在主教练朱世龙的带领下 分别全场使用左手及右手 运球行进上蓝等 训练结束之后 部分年轻队员还留下来加强投篮训练 在第一阶段比赛中 年轻队员们发现自己的不足 运球吧 然后还有一些持球进攻 投篮很一般 然后就有课余的时间 就自己留下来加练一下投篮 提升一下自己的燃止水平 首先我的落侧手方面得补强一些 然后还有投篮的稳定性 然后特别是我的身体 我的身体现在在职业联赛上面 算非常单薄的 所以说我要 想要增加对抗的话 我必须得把我的身体 还有我的稳定性给练上去 据了解 CBA第一阶段比赛 福建寻星股份蓝蓝高开低走 首战战胜北京手钢后 却迎来一波80败 虽然第一阶段战绩不佳 但球队的年轻球员 如曾宁炫 汪金郎都得到了历练 尤其是曾宁炫有着单场拿下30分的抢眼表现 打铁还需自身硬 球员也希望通过刻苦训练 转化为场上的表现 在第二阶段比赛展现福建蓝蓝的特点 自己课后的练习吧 争取向一些前辈他们 学习他们好的优点 虽然说我们不是一个强队嘛 但是我们也不想让球迷失望 你拿有一句话叫什么 输球不输人嘛 想把我们的那些球场上的拼近啊 那个拿给球迷看 休散期间 球队的训练内容将从加强 球员个人技术 整体攻防入手 同时让球员时刻保持专注度 按照球队训练的内容 前几天以体能恢复为主 接下去将是技战术训练